华联县府团队积极争取下 华联县目前成功向中央争取 一亿五千九百八十六万九千元的治水经费 用在改善凤林镇、玉里镇、滨海排水上游段的治水区域 而凤林镇将进行一百一十年长桥排水 因应治理工程 总经费一千七百万元 县长许正会表示 针对凤林长桥排水改善工程 今年向水利署争取一千七百万元经费 已核定通过 这一次针对左岸户案改善五百七十公尺段 以及重新新建长桥三号 因此现阶段进行设计规划中 预计在七月底设计完成 八月初上网公告招标 期望能在明年初完成工程 它这边有一个衔接既有户案 就是我们这次会把那个 那个把它接过来 接过来然后经过二号桥 再往下做 再做到檳榔树呢 是我们今天会刊的大概就是我们这一次 向经济部水利署争取核定的这个长桥排水 改善工程 那这个案子呢 我们核定的经费是一千七百万 主要是把这个长桥排水 大概我们过去陆续几年来 我们都有做一段一段的把这个长桥排水 陆续把它完成 那这一次做的大概是五百六十公尺 那包含沿线的一个板桥也把它改建 因为这个板桥它有影响到这个通水断面的这个排水的这个状况 那所以这次工程呢 我们在核定之后 我们现在开始积极在办理设计当中 那预计呢 会在七月底就把它设计完成 在八月初我们就会上网公告招标 那大概施作的时间大概会多久 我们大概预计这个工期大概是五个月到六个月之间 那希望说能够在八月顺利招标完成之后 那看能不能在明年初就把它完成 徐县长表示 现在不透过施作排水工程 以通盘治水规划解决多处液淹水的问题 进而打造花莲成为友善宜居的居住环境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